大家好 又是我i.t啦 看到我又知道我的手機已經延遲了 剛剛我在佛羅里達奧蘭多迪士尼 完成了四十三夜 最後一天突然下去狂風暴雨 應該慶幸 沒有影響我們在迪士尼的行程 應該是開心才是 就是因為這場狂風暴雨 令到原先去費城的手機 延遲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呢就不回到我 接著下來那個去Boston的Connection Fight 那現在呢就在這個費城機場那裡聽天由命 見到去Boston的機器其實都幾密集的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有一班 這個機場都好的 又有健身單車 又有輪椅借 又有搖搖椅 其實 其實費城這個機場都有些窩心的設計 有些座位啊 有些插槽啊 被人充電啊 其實 很多轉機或者在機場 有些超過夜的人呢 都會很容易找到插槽的 因為在這些外國的機場呢 那些插槽的位置都比較密集 特別是美國啊 差不多隔兩三個階磚 就有一個插槽的了 但是有這些桌子 又有張可以轉的椅 這樣其實 有趣還沒得來 都幾user friendly 值得一讚